自綜藝節目《我愛黑社會》出道的女性妖嬌 有美艷外型 傲人身材 加上身為高雄人的海派性格 當時還被封為男霸天美媒 近年在南部DJ圈發展 目前住在高雄美術館特區三房 前兩年眼看高雄房是受台積電影響 賣氣超熱房價飆漲 小乘即換兼大平數四房 沒想到看了兩年 妖嬌自曝房價漲太快有點措手不及 快要看到放棄 一開始是大概什麼時候買在哪邊 五年前買在美術館 其實兩三年前我就開始在找 我就是一直在物色 那時候其實就是想要換大一點 但是就是都沒有看到喜歡的 因為畢竟就是物價通膨 然後就是平時的價格越來越高 所以那時候以大換大 我覺得那種就是 我覺得真是太單純了我 其實我們都一直想要就是在北高雄 因為我們已經住在北高雄 所以其實如果那時候換到南高雄 我們怕我們不習慣 但是我們也沒有還是看南高雄 那我們甚至看到北高雄 看到橋頭 燕巢區 甚至男子 雖然說我們有放寬那個範圍 但是你知道心裡想的還是希望可以在 古山區這一塊 所以一直其實都沒有下手 那當然中間也有看到有喜歡的 我們也有斡旋 可是就是跟屋主沒有一個好的溝通 對 遙嬌建議 南部房價租不如買 因為他對屋齡比較要求 不過身邊有朋友可接受屋齡30年 第一次購物就用新清安貸款 幸運買到1500萬元內的房子 人建議想買屋的首購族 可靠多看增加成公購屋機率